我是Henikin啦 歡迎回到我們的原味生存 大家幸運快樂 那麼在我們之前的影片有提過說 我們接下來的每一集都會Cosplay一個實況主 各位猜猜看我今天是Cosplay誰啊 這個應該也不好猜嘛對不對 來喔 準備好囉 沒有錯 今天我們是Cosplay和貌 除了他全身上下的衣服以外 他的外套綠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破褲以外 我那個頭上的花式也有給他留下來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就會穿著這個河帽的衣服 戴著河帽的頭飾來進行我們今天這一集 那之前好像都沒有提過嘛 我在Cosplay這些實況主的時候 我都有問過他們 那也有取得他們同意 前面兩集好像沒有提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講一下 我都有取得他們同意 那還記得我們上一集的時候 是把這個海底神殿的水給抽乾 但其實也不算是完全的抽乾 那他裡面的水其實都還在 那裡面的房間也還沒有拆除 你看這邊還有水水流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把這裡面給清理一下 那我們要做的方式就是 要把裡面的這些房間全部挖掉 然後也要拿海綿去把這些東西全部給吸掉 裡面目前是完整的狀態 還沒有拆過 可能有一些我和一軍挖的洞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喜歡這次影片記得 可以先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 我們每天下午都會更新原位生存 可以一起來跟首播 今天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著手把這個海底神殿 給打造成一個深海守衛塔 來獲取大量的海靈碎變還有海靈晶體 這樣我們之後 如果要使用海燈籠 或者是海靈石磚這些的建材 就可以非常輕鬆了 那我們就來去拿個藥水 我們需要水下呼吸還有夜市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挖這些方塊 各位花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我們把這個深海已經內部弄得非常的乾淨了 我們把所有的水抽乾 然後也把所有的房間全部給它拔掉了 有一些原本是看起來比較厚色的地方 我有稍微修修補補一下 所以可能跟原版的外殼長得不大一樣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這裡面 來去弄成一個深海守衛塔 讓它可以升成收到守衛 然後我們可以輕鬆擊殺這個樣子 這邊的話我們先來到這上面來 那深海守衛它只會升成在水裡面 我們必須要給它足夠多的水方塊 那個範圍它才能升成這個深海守衛 讓它升成出來之後 我們要再想辦法來去做擊殺的動作 擊殺的方式有很多 那我今天應該會用營火或者是岩漿之類的方式 去把它給殺掉吧 我們上面要先用個大開口 然後這裡要做一個非常大的 類似水毒箱的概念 然後放一大堆水 那這個水呢 我應該是只會放最上面的一層 這樣子的話底下的水 它全部都會是向下水流 那我們這些深海守衛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水流把它往下推 我們底下再讓它去做一個墜落 然後掉到我們這個擊殺的裝置上面 這樣子我們這個深海守衛它就完成一半了 那另一半就是我們收集裝置 也就是它這個深海守衛死掉 它的掉落我們要用漏斗給收集掉 然後收集到箱子裡面 那在那之前我們就先把這個深海守衛 把它深層的地方給做出來吧 基本上我就是會把上面 給挖出一個很大很大的墊方形 應該會從這邊開始往上墊吧 然後上面湖泊裡 讓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狀態這樣子 我們就稍微挖一下吧 好啦各位我們把這個深海以及中間 這裡開了一個非常大的正方形的洞 那這上面的話我稍微給它做一些裝飾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先來鋪個玻璃啦 這個的話只是讓它外型不要這麼單調 然後就隨便跟著這個配合一下 這樣墊起來的 那這裡的話我們基本上 就會弄出一個非常大的玻璃罩 那裡面之後會放水這個樣子 那我們還要讓它有墜落空間 還有擊殺的空間 所以這底下可能會是空的而不是水 那我們就從這裡這樣子墊過來 那我們只要墊框框就好 那我們這裡邊邊這樣墊起來 我應該會把它墊到這個海平面 它的深層的區域應該是只會到海平面 再往上的話應該就不會生生海守衛的樣子 然後往下的話也是 低於這個地板似乎都不會生生海守衛 這其實底下是水你們知道嗎 這底下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空格的 這底下是完全不會生任何深海守衛的 這裡還有沙子 對了我好像也沒有說 就是有關於這個 我們其實外面的地板 等一下我要飛上去 有了 我們其實外面的地板也是用海靈石 重新給它鋪起來的 原本是用石頭 我把它用海靈石鋪起來 這樣看起來比較完整 那底下基本上都是水 那底下的區域是不會生生海守衛的 所以我們這個生海守衛就只能做在這個會生生海守衛的區塊裡面 這樣它才有效果 那如果你再多做的話就沒什麼意義啊 所以我們就先來把這個 玻璃罩給做完了吧 唉 又掉下來了 好啦 各位我們把上面玻璃的部分給它給鋪起來了 那我們把這個四個面給鋪起來 還有這底部 這底部的上面一層 我們現在天花板的上面 應該會是一個集中裝置 我們會把這些生海守衛集中到中間這裡 然後墜落下來 在這邊再做擊殺這樣子 那在上面的就是他們的深層區域 那一共會有這樣子三個階段的地方這樣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來把這個 擊殺的區域給做出來吧 那這裡的話呢 因為我發現 唉 其實這個扭曲炯木 跟這個眼是超搭的啊 就是一樣的色系嘛對不對 所以我決定今天這個 我也要用這個扭曲炯木來做了 那我們這邊來去弄一些簡單的造型好了 我們大概這樣子弄一下 我們這邊用階梯這樣圍一圈啊 我不知道哪一個版本之後 其實這個海靈石就可以做階梯了 可是為什麼海底神殿都不會有階梯和扮磚啊 他們是不是懶得更新啊 那我們這邊先給它鋪個一圈 中間的部分我應該會來給它用上這個 地板門喔 我們先在這邊這樣圍一圈好了 像這個樣子吧 我們先圍一圈 讓我們方便放這個地板門 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要敲掉 絲頭之處真方便 哈哈 那我們這樣子鋪啊 讓它可以擋住生海守衛就好了 像這樣 那這個撥完之後 我們這裡就可以這樣扒掉 那這裡還是會有一個阻擋 再來這裡角落的部分我想要這樣子用 那我也有算好格子了 中間這裡可以放兩個大箱子 我整個建築應該都是做成一個正方形的樣子啊 所以應該會比較好去抓那個格子處 我們這邊這樣子用下來 這樣有點醜嘛 所以我們要剝個皮 這樣色系就剛剛好了對不對 全部都是這種藍綠色的感覺 再來是廚物箱的話我們就這樣擺 然後中間我們再用漏斗 上面的話我們就會用岩漿來去做一個擊殺裝置這樣子 我的箱子竟然帶不夠 真的假的 我再多做一點 好了 各位我們把這個 擊殺的裝置給做好了 那我這邊的話是使用這個岩漿喔 上面的生海守衛會會因為水流這樣 集中過來到正中央 然後會掉到這個岩漿上 那岩漿呢 距離這個漏斗這一層 應該有兩個高 那因為生海守衛它有一定的大小 而且它會一直跳動嘛對不對 它在沒有水的地方它會一直跳 就像魚一樣 所以它會碰到這個第三格的岩漿 那它就會燒死 那燒死之後掉落物呢 它不會被岩漿燒掉 這樣子應該是蠻有效率的一個方式啊 那再來就是我們上面要來去做一個集中了 其實我到剛才還想到 我們水流其實沒辦法用這麼多格欸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30x30的樣子 欸是28x28還是30x30 有點旺了 反正就是這麼的大 那水流放在這樣子邊邊 其實是沒辦法流到這邊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來去做一些其他的動作了 我們這樣飛上去 然後我們先飛進來吧 可怕 再飛一次 成功了嗎 成功了嗎 成功了各位 那首先因為我們這個作業 有可能會讓它這個岩漿啊 熄滅掉 所以我們先給它堵起來喔 那像這個樣子 再來呢 假設像我這邊 放在角落 它其實是 只能到這樣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子放 我們必須要這樣子把它往上墊高 那我稍微算了一下 應該要墊高兩層 這樣子才有機會到正中央 然後中間這裡應該也要來去做這個動作 我們這邊應該要有兩層 像這樣 那它水就會流下來 然後繼續做延伸嘛 然後這裡會有第二層 那那個大小我可能要稍微抓一下 可能真的要到最大才能做 像這樣它水流其實可以延伸出去 比剛剛還大的對吧 那我們就是要這個樣子 然後這樣一直往外延伸 一直往外延伸喔 那我們要這樣一直延伸到 它可以集中到中間這裡 對就至少可以把它推下來這樣子 這樣子才能讓這個機器正常運作 那個集差才有效率啊 李先生女士們 我們把這座的這個搜集裝置 嘿做好了 有沒有 它全部都往中間集中了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水的動畫上 看到它會往哪邊流對吧 那目前所有的這個流向應該都是往中間的 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啊 只要上面有東西 任何東西這樣掉下去 都會被集中到中間 那這裡的話我有用這個 這個柵欄門去做阻擋水的動作 那水就不會流下去 用到岩漿了 那剩下的水會掉下去啊 就會掛掉 那底下呢 嘿我後來發現 我一直都忘記要插火把這件事 哈哈 上個畫面之前應該這裡都是 完全黑的對吧 所以我剛剛也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來去插了一下火把 這樣子的話這裡是應該不會生怪啊 剛剛我在建築的時候都沒生怪 主要是因為我離這裡太近了 所以不怎麼會生 那底下目前是長這個樣子 我就沒想說這邊要不要把它 一起改成這個海靈石磚 但其實這樣子也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留下吧 底下還蠻有感覺的啦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上面生成這個生海守衛的部分啊 那生成生海守衛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讓它有非常大量的水 這樣子它才會有生成的效率在嘛 那我們基本上要先把上面給鋪滿一層 因為我有說過 我只會讓上面一層有水 那底下呢全部都是鄉下水流 所以呢 我們先 這個我們用墊上去好了 這個我沒有把握可以飛到那個槍面上 哈哈哈哈 等一下這個好像高度不對耶 我可能要再把它往上弄高一點 這個玻璃 這個玻璃罩我們應該要往上墊一下 至少要墊到這個海平面的高度這樣 那我們上面這樣墊好之後 我們就要先把這個石頭給鋪一層 然後開始鋪水喔 海平面應該是到這一層對吧 我們先這樣圍起來 然後水的話呢 欸我先把這裡圍起來喔 水的話應該會放在這一層 那底下這一層我們要放上石頭先擋著 那等我們水全部喝好之後 我們才能把這個石頭給挖掉喔 喔對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這底下 我們要擋住這個向下水流 讓底下還是空氣 讓它這裡可以做集中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裡還要再鋪一層的地板門 欸對那我應該先鋪地板門對不對 哈哈哈哈 欸我等等應該要先把這個水給收掉 好我直接堵掉好了 我先把這個水給收掉 然後我要去拿這個 不是地板門我剛才一直講地板門對不對 柵欄門啊 我們應該不在這一層左右 然後去做一個阻擋的動作 這樣水才不會跑到這下面來 這樣我們才能做集中 各位經過了漫長的努力 好不好 大家應該也聽到那個深海守衛的聲音了吧 沒有錯 我們把這個卡給完成了各位 超爽的 這個效率超好的 哈哈 你看源源不絕 好不好 他就這樣一直掉下來 燒死掉下來 燒死 那我目前只有放著一小段時間 裡面應該不多 才剛建完沒多久 那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先帶他上去看一下 外觀部分目前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正方性水族箱 那裡面現在你看 有很多這個深海守衛 他們其實還是有辦法游動 往上游的 但是因為他是向下水流 所以當他們沒有游動的時候 他是會被強制往下推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被送到這裡下這個集中的地方 那這樣掉下來之後 全部都會集中到中間去 然後掉到這個岩漿裡面 那因為這個高度 我有設計過 他們是跳不上去的 喔對了說到這個 這裡其實我有做修改 這裡原本也是跟這邊有一樣的造型 那我後來把它改成這個樣子 就直接這樣鋪起來 擋住這個地板門 不是地板門 柵欄門 天啊 我每次都會叫他地板門耶 好啦算了你們懂就好 反正這個深海守衛塔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上面我是有這樣子把它給整個遮罩起來的喔 然後上面其實還有半磚 那給大家上去看一下 上面這裡全部都是半磚 所以上面是不會生一般的怪物的 那我也沒有做特別的照明了 然後兵兵的話就是用這個 J1稍微的給他弄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外型可能有待加強啦 但我覺得整個效果是有的好不好 我們應該可以讓大量的獲取這些海靈石了 其實我主要目的應該是海燈籠啦 畢竟海燈籠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照明用具 像這個螢光石 它其實看的有點密集恐懼症 哈哈 它會有一點一點的感覺 海燈籠就是非常漂亮白白的樣子 我還蠻喜歡的 那這個深海已經內部呢 之後有沒有要去做重新的修建 我們之後再看呢 我暫時可能沒有這個打算 也有可能下一集就做啦 就看我心情囉 那有關於這個深海守衛塔 各位有任何想法也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每一支留言我都會看過 那我也很常會拿這些留言來做影片參考 歡迎大家踴躍留言啊 那今天這集我們就是穿著這個 河毛的衣服戴著河毛的頭飾 Cosplay一下河毛 那下一集我會Cosplay誰呢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猜猜看啊 雖然說我都Cosplay河毛了 接下來的兩個應該很明顯吧 哈哈哈 那各位還有希望我可以Cosplay誰的啊 我也是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啊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Ainnegan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